北梅國中的黃飛鴻同學 然後這是鍾明杰同學 我要表演之前 我要先跟大家講說 那個音量不用太大聲 適當就好 嗯 有點緊張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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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啊 謝謝大家 我們是來自南投縣北梅國中二年級的學生 這是我們的主題改變青柳部落 因為我本身是部落的小孩子 所以我會比較注重喝酒文化這個部分 像是我們的大人有時候工作回來 他會小酌幾杯酒 有一些大人沒有工作的時候就會喝過量 然後喝過量就會引發一些問題 像是喝酒醉就會躺在馬路睡覺 還有酒瓶會亂丟 垃圾也會跟著亂丟 所以就引發出環境問題 有一些大人可能喝酒醉之後就會跟人家吵架打架 這就變成不珍惜生命的一個問題了 所以我們發現這個問題我們想去改變 所以我們有想過社區打掃 還有市集販賣 我們在經過我們討論之後 我們覺得這兩個影響是 對他們沒有什麼影響的做法 所以我們就一直去討論去改變 所以引發出我們 研發出我們現在這個現況 我們就直接到部落跟大人講說我們在做什麼 然後我們就問了三個問題 像是你對部落有什麼期望 你對部落有什麼期望 還有你的行動 還有你的夢想是什麼 我們會問這三個問題的方式是因為想要讓他們感覺到說 你小時候對你自己生命的盼望 還有自己對自己生命的初衷 然後我們有把我們訪問的片段剪輯放到YouTube上面 還有放到學校班情會跟家長他們分享 然後家長他們看到我們在對部落做那麼多事情之後 家長他們感到非常的感動和欣慰 我爸爸看到的時候他也覺得很感動 他就跟我講了 他說飛鴻 爸爸看到你對部落做那麼多貢獻 爸爸很感動 雖然爸爸是有在喝酒的人 可是爸爸看到你這樣子 爸爸會去努力嘗試借酒 這樣子 所以我很感動 好交給我下一個部落 因為我們看到飛鴻爸爸因為我們的努力而開始借酒 所以我們決定呢開始把問題聚焦在部落飲酒文化上面 那原本呢部落喝酒主要是在祭典或是有一些傳統的活動啊 或者是比如說下班之後的小酌一杯 但是現在卻已經成為一些濫用或者說飲酒過度 而進一步影響到身體的一些疾病啊 或是有一些生病的狀況 所以呢我們決定訪問了 長年呢在社區營造方面很關注的社工阿姨 那在訪問過程中呢社工阿姨有提到說 因為有很多大人呢都會帶朋友小酌一杯 比如說朋友來呢都一直喝酒 然後在小孩面前喝酒 所以小孩就會覺得 欸原來酒是一種人際關係的潤滑劑 可以讓人際關係更好 所以讓他們造成這種錯誤的觀念 因此我們決定開始進行問卷調查 在問卷調查中呢有四分之三的大人沒有戒酒 而現在有戒酒呢都是因為他們已經有生病 或是有一些疾病在他們身上 然後呢在問卷調查中也有人寫到 他們沒有戒酒是因為呢 是因為他們怕沒有喝酒的時候呢會沒有朋友 我們在調查處有四分之三的大人 通常都會在小孩面前喝酒 那我們套了一句在前面我們有採訪過人的 受訪人的話 他說老一輩已經根深蒂固了 很難再改變 所以呢我們決定從我們周遭的朋友 或是同學開始改變 因此我們這次希望來呢 希望能夠收集200個微笑乾杯臉譜 然後呢告訴我們周遭的朋友或是同學說 酒並不是人際關係唯一的潤滑劑 還可以以其他的東西來代替 像是水果或是一些飲品或是熱情或是友誼 其實都是可以代替的 所以你現在你們手上呢 的這一張卡片 手上的這一張卡片呢就是 我來自我來自哪裡 就是寫上你來自哪一個縣市 哪一個地方 那下面呢寫我用什麼和你乾杯 就是你覺得除了酒以外能夠當作人際潤滑劑 可以和我們乾杯的東西 像是可樂啊或是友誼啊都可以寫下來 然後中間空格的地方呢 你可以來可以簽你的簽名 或者是你想畫畫都可以 那如果呢已經寫完或是還沒有寫完的朋友呢 都可以到我們右手邊這裡來進行一個拍照 然後拿著你想要跟我們一起 就是想要跟我們乾杯的東西 像是上面有的蘋果或是茶 或是你自己有帶的一些東西都可以 那拍完照之後呢 或是寫完這個的朋友呢 就可以把這個紙呢 貼到我們那個板子上 謝謝 謝謝大家